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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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郭介乎介入的是 前方的策略 您要介入 前方的策略 傭昌議員 曹家一 傭昌議員 蔡陽議員 傭昌議員 蔡陽議員 傭昌議員 請曹央民 王議員 首歌主席周洋彦 請客席一部便 周洋彦 第二部便 周洋彦 周洋彦彦 周洋彦 我們很高興邪道三位同盟 我們一場採訪 我們畢竟是南京聖堡 中學中文彦 周洋彦 高雲彦 它國大國大國的文化慶祝 邀方思楊臣 有採訪地亦有採訪中文彦 原來 instant of the毛病 包括女士 我們是法專事務秘略 雇余儀的划測 前面的路過眼前 懷疑時間 第四十七星 空遠遠周 懷疑過兩小時 由於兩度環境 方向空中 每次關於時間的速時 三十秒有避免的方式 腳骨真的有避免的方式 小時十秒都會延避 行世代表演的目標 參賽學校 我們唱片家 居然有目標 由於 loosely 人體比賽 下由三位居然商駐中 務普及大學有恐懼 後備請殊母ρο 好幾位至今次無people 拖延維筍協進行門客 長延綝筍協進行門客 曲協志 楊保佔さん 每天產業完成 同時兔子和表面互學純知識 第二屬於強制成績 即是學生必須上交 在香港 大家保以為作業有助提升成績 因此即使在暑假小學年度部置作業 但只是單極加貨補充員的報告等 然而其實在1989年 李博心理學教授 專輯Harris-Kopper的研究精神 小學界決 學生用在作業上的時間和成績的正義關係非常之弱 因為小學生的老婆 或者你能夠有效地篩選出各種刺激和猶豫的資訊 所以做功課只是課謀活動 但以後提升成績拉上關係 小學會在同日報紙作業 給學生保持學習 但當作業在小學界段並非重要的時候 學生理由樹架和作業中架桿 讓他們因應過日參與自由安排活動 事故我幫助小學取消暑期作業 給學生在暑期自由活動 議題中取消暑期作業並非強制 要求不適合奪法規範特手段 所以見題成立與否 不應該討論著重取消暑期作業如何開展 而是要審視的責責是否有力而同成長 如同意見題是否成立 所以審視取消暑期作業 能否照顧學生差異 和有力而同深深發展 第一 作業成下有限 學生難以獲敵 另外尚克蘭社會發展理論自出 六至十二零以後 正在形成恆風路 這是自卑自已的自我活動的關鍵 與每人而同有健全人的發展 它用於盡量給每人成功學習的經驗 而假設失敗壓力的錯誤和自卑感 達到自我神的人生目標 在平日變得在於學生的老師指令 即使提供造瘡 亦都可以由老師指令和改正 並沒有作業中獲得成就感 然而隨時選舉 然而選舉則被迫作業 缺少老師的指令和監管 正在大科學院自對答 學生缺少反規去加以改正 學生承透全面之餘 反而獲得挫敗感 身為苦惱學者 產生消極和自卑的態度 不不上身 再者在平日學生有老師監管 學生即使隨便做工 甚至不做都好 老師都可以透過促速學生 透過學生正確等完成作業 然而在暑假期間 學生缺少老師的監管 連作業都是自行批改 學生亦都用少爺的態度 去草草了善 老師難以作出行動 作業就會失望的意義 第二 但正問題時間 重新長假本意 香港小學生的學期可以反隔 香港隔身教育班 的同學問卻調查 學生發現在低年級小學生之中 會有平均需時2至3年 整個中的設計給學生規劃 整齊的25% 而在高年級小學生中 就只整齊的44% 在文書、補習、測考的時間 並且發現本該小學生難以 在學期中 專注發展負援而來的領域 而暑期就正確給學生 免受負援的速度 專注發生自身的好時機 取消暑期監之後 小學生和家長可以按自己的需求 發展他們的行程 安排的行程 學生之間的生意得好照顧 例如學生可以專注發展機場 補兜、書校編成 甚至在小學出現的過題 去彌補學生的決心 已經在優勢的學生 亦都可以在戒期轉圈地 放鬆自己 冷卻負援壓力 另一方面 希望提升負援的學生 亦都可以擺出暑期盤的框架 安排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練習等等 多謝大家 幫助帶著藍藝山 多謝十五小時的操作 你再有請幫助 這些人的職負福視頻 請多謝十五小時的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根據英格蘭最大的學校研究基金 EEF對作業的定義 作業是指一學生 螺絲級的學生課堂之外的任務 現在隨著科技的發展 香港的書家功課 再都不夠限於傳統的指援 不少學校自能推行 自訂作業、探究營作業 網上電子學習的形式作業等等 去幫助學生在暑假期間學習 電電子、網上學習作業這種形式 老師可以在網上自己幫學生的暑假比較批改 正正可以做到一封項目 剛才所說的監督和指引 故此 今天兩邊的標準在於 暑假罪業能否有做學生學習 以及過日的職負發展 經理上標準 我方支持電費的原因有二 第一,有助鞏固知識 促進下一貨店的銜接 相信大時有幾個星期不紮筆 火氣指筆發現遲都不會死的情況 根據校長大學在2019年的統計 發現英國小學生在無暑假作業的情況下 暑假學同在暑假損失的 學所知識為2.6個月 與獨立力為2個月 以維生知識予重新學 所需的時間是6個星期 但是根據立法會教育界前二段 而建議在2020年的調查 現時香港小學生平均 一個星期上學的時數 已經高達26.25小時 加上前婚試等課程壓力底下 小學生學習絕對有緊密 連有的課程時數 本身已經難以允許過程需求 如果學校還要增加額外的時間 去將支持的進度 只會讓小學生更加無懷 應付客戶的課程 淘添無懷的課程壓力 這個時候 暑假作業作為學期之間的男子 又變得至關重要 暑假工作能提供持續的知識鎔固 避免學習倒退 德國心理國家維持公司指出 每七天作為一個周庭 進行三次的溫習 電能有效防止記憶統退 換言之 學生照在暑假期間 每兩至三天完成一部分的練習 並行有效的鎔固記憶 教育部也指出 有小學以新學年的知識作為題材 安排暑假小任務 讓學校在假期為未來的學習 有逐色準備 開學的時候就行 更加掌握新過程 事活功會 可見在短期內 暑假作業分別助學生 在新的學年 新的更求的過程過程過程 第二 暑假作業有助 學生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促進長遠發展 雙子院落中提到 學不可言而 小學正式 學習的落下階段 一個持續良好的學習習慣 和態度的培養 不可言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正值金教授指出 大部分的小學生學習過程 以外部動機為主 需要老師分別任務 學生通過委任務 任務以完成學習 而學校為學生 保持暑假作業 學生需要研交 具有約束力 為學生提供外部動機 能避免部分自律教育 能力教育的小學生 在暑假期間 投降自散 完全放棄學習 而有別於一般的上學日 我們每天都要研交功課 在暑假裡面 學生同樣有更高的時間和空間 可以安排幾時的讀書 幾時的玩 例如教育動副局長蔡若年 確實看到 自主規格的書家功課 可以讓學生自主立立 傾斥的目標 按照顧上好的自律 管理自己的時間 可見 通過書家作業作為引導 短期內容是功課的動機 可以完成功課的任務 定好 同學自主學習 長年意義 促進學生學習的內部動機 自主要學生增加自主學習的部分 最終男子終身學習 最後想問有幫同學 是否認為幾日才做日子的書家隊 會阻礙同學生的多用法治 多謝各位 請多謝 多謝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請多謝 第一章魚上大魚, 亦本可知人, 即時港狀分成出一位 證明和注意, 連寫公司方向時, 請特別留意自身次量, 特別貼紮方式 第一家依法院次量, 另一家不得訴, 第二家損事雅萬分數 另外, 請多錢自由排出一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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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